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播 我是Jennifer 香港反送中运动紧急关头 法院做出了有利于示威民众的判决 据报道 香港高等法院18日开庭裁定 紧急法在危害公共安全情况下使用 违反基本法 而禁盟面法对于基本权力的限制超乎合理需要 因此违宪 港府代表则强调 紧急法并未与基本法抵触 禁盟面法的利益是在拯救香港市民 及恢复社会秩序 香港政府述周前引用紧急法定立禁盟面法 引发24名泛民派议员及前立法会议员 两国雄提出司法复合案审理申请 申请方认为特首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法 绕过立法会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立法 让立法程序失去透明度违反了基本法 并且紧急法对于立法也无客观标准 更无条理规定如何检讨相关定立法律 香港法院周一裁定紧急盟面规律部分条文违宪后 警方随即宣布及时暂停执行相关法律 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 政府将详细研究判词内容暂不作回应 香港民众抗暴愈演愈烈 习近平外访时对香港发表强音讲话 导致香港局势更加难料 有消息称 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常委韩正日前挤付深圳 驻港部队走出营地搬砖 港警对大学校园镇压力度加大 中央社11月17日援引消息披露 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15日第六次南下深圳召开紧急会议 与会者包括政府体系的公安、国安部长 中共党务系统的中央统战部长 及12名省委级别首长 还有中资机构主管 此次会议内容不详 但却因习近平在巴西的表态而被受关注 此前的一天 习近平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1次会晤时 罕有的就香港当前局势发表重要讲话 把香港恢复秩序由最重要的任务提升为最紧迫的任务 这比习近平10天前在上海接见特首林郑月娥所说 恢复秩序是当前最重要任务增加了紧迫感 被外界认为 协的用意就是要港府和警察升级对付抗争者 习近平讲话中还首次对香港司法机构提出了要求 敦促司法机构依法惩治犯罪分子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曾援引学者分析称 习近平为了巩固权力而选择压制香港 否则中共党内反习势力恐将世袭威胁的把柄 于是11月16日下午4时 九龙堂驻港解放军军营外突然出现数十名军人 协助居民在附近的道路上清楚路障 被香港民主派和国际社会指违反香港基本法 更被看作是对香港反送中运动动用军队镇压的暗示 同时广东境内的武警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练 有媒体注意到韩正是公开力挺林郑修订送中恶法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7月初之前韩正曾二度坐镇深圳 近距离观察香港失态 但可惜的是每次韩正南下之后 香港的矛盾就会呈现激化状态 资深政论人士林宝华对台媒分析说 香港正处在中共权斗的模型 各派都希望对方犯错而捞去好处 然而无论哪一派得胜付出的代价都是香港 美媒华尔街日报15日以中国的香港危机为题刊发社论谈到 专制政府正试图夺走港人的自由 报道说习近平正面临八九运动以后中共执政的最大挑战 现在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不该对香港推行高压新法 并信守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14日 同意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启动热线机制 此举意味着该法案将进入快速通道 15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如果中共对香港抗议者采取军事行动 不排除川普做出任何方式的回应 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 星期一凌晨 香港警方在彻夜包围理工大学校园后 于临兵前突袭进入了校园 此外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一报道说 有记者拍摄到有警员手持武器已经升级 报道还说 星期一有近10万人上街力挺抵攻大学生 目前 美国中原版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已经通过 参院版法案预料也将最早于美东时间18日过关 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同时 因地铁票涨价而触发的智利大规模社会运动 也持续了一个月 周一 智利总统品内拉谴责警方对示威者的暴力 总统中立的态度让香港民众感叹不已 智利史无前例的社会自威自从10月18日以来 由于出现了大量指责警方暴力的供词 联合国也谴责调查委员会进入智利展开实地考察 根据独立公共机构国家人权的数据 智利警方使用震报武器来驱散示威者 而大约200人的眼部因此而受伤 总统品内拉在当地时间周日晚间通过总统府电视讲话时 表示了对警方暴力行为的谴责 品内拉说警方使用超出需求的秩序维持手段 出现过滥用权力的现象或者犯过轻罪 人权并没有得到全部尊重 同时承诺 无论是滥用权力者还是犯下严重暴力者都不会被豁免 这被外界解读为总统既不会宽恕警察 也不会宽恕制造暴力的极端示威人群 品内拉表示 政府将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 并向周五议会各党派达成的修宪公投决议致敬 致力现行宪法乘自上世纪70-90年代的皮洛书独裁时代 被民众广泛认为对社会不公平产生驻咒为虐的效应 在上周五的议会讨论上 各党宣布将在2020年4月进行修宪公投 总统品内拉表示 如果公民决定了 我们便会朝着民主时代的第一次置信而迈进 本周日的一份民调显示 总统品内拉的民意支持度从15%上升到了17% 而且67%的设访民众表示修宪公投是积极的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曼谷举行媒体吹风会 介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与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举行会晤的有关情况 吴谦说11月18日上午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与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举行了会晤 吴谦说魏凤和就台湾南海涉港等问题重申了中方立场 在台湾问题上魏部长强调 中方始终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但绝不容忍发生重大态度事变 中方要求美方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不要给台海局势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 吴谦说在南海问题上 魏凤和重申中方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意志 坚定不移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决心意志坚定不移 要求美方停止到南海来炫耀武力 不要挑动南海局势升温 吴谦说关于下一步中美两军交往活动 两国防长均表达了积极的态度 强调双方要规划好明年两军交往重大项目 下一步两军将继续就有关安排保持沟通 外界解读 魏凤和名谈南海 台海其实也是在提醒美国人 不要在香港问题上冒犯中共 这与他6月份在香格里拉对华军事会上 大力肯定六四镇压的立场一致 北京除了让国防部长给美国警告 在香港问题上不要轻举妄动外 外交系统也给美英打招呼了 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11月18日说 包括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应该停止对香港内部事务的干涉 与此同时 香港的抗议者继续同警方发生对峙 刘晓明18日在伦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有些西方国家公开支持极端分子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所谓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公然干涉香港事务 也就是中国内部事务 他说 英国政府和议会外交委员会发表与中国有关的报告 针对香港发表不负责任的讲话 更恶劣的是 英国某些政界人士甚至计划给宣扬香港独立的一个主要人物颁奖 星期一凌晨 香港警方在彻夜包围香港理工大学校园后 与黎明前突袭进入了校园 双方冲突激烈 英国说 英国政府对警方和抗议者在香港一些大学的对峙表示严重关注 呼吁设立安全通道 向校园中被困的人们提供医疗救援 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星期一说 我们对香港的局势和抗议者和警察之间冲突升级表示严重关注 我们继续敦促各方冷静和克制 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 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 至关重要的是 受伤人员能够得到适当治疗 并且向那些希望离开该地区的人们提供安全通道 刘晓明说 香港目前的各种行动与民主自由无关根本不是和平示威 目的是破坏香港的法治 破坏一国两制 他说 在英国发表有关香港局势不负责任的评论后 中国已经向英方明确表示中方的立场 他说 英国政府批评香港警方 批评香港政府处理香港局势就是干涉中国的内障 刘晓明还再次重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发表的针对香港的公开讲话 强调中国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香港警队将犯罪分子绳之依法 有观察人士分析 根据中共高层各方人士的强硬表态 北京在香港反送中的处理上硬着陆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台湾2020年三组总统候选人及其副手的人选都已经确定 总统及立委选举18日起受理登记 北京偏蓝的联合报最新民调发现 蔡英文和赖清德的蔡赖配以4成5的支持度遥遥领先 国民党韩国瑜和张善正韩章配的支持度只有2成9 双方差距达16个百分点 民党宋楚瑜和余香宋瑜配的支持度只有8% 调查发现如果只考虑总统候选人 蔡英文也以4成3的支持率大幅领先 韩国瑜的支持率是2成7 落后蔡英文也是16个百分点 宋楚瑜的支持率则是1成1 另外有1成9的选民意向未定 调查也发现国民党支持者中只有7成1支持韩章配 各有1成左右掌而支持蔡赖配及宋瑜配 而民进党的支持者中则有9成3支持蔡赖配 这充分显示民进党的支持者比较团结 从胜选的胜势来看 有5成3的选民认为蔡赖配比较可能当选 2成3则认为韩章配比较可能当选 只有2%认为宋瑜配比较可能当选 另有2成2无法判断谁能当选 韩国瑜竞选总部副执行长孙大迁表示 根据韩振营内部民调10月中上旬时 和蔡振营的差距还在15-20个百分点 后来一度缩小到6-8个百分点 虽然这两周出现许多变数 如国民党部区分名单和宋主义参选等 但相信选战后期加温 差距缩短也会加速 对选情仍非常乐观 蔡英文竞选发言人阮绍雄说 感谢社会对英德佩的肯定 这也是最符合社会期待 凝聚支持基础的组合 尤其相对于国民党在推出 强烈争议性的不区分名单后 所造成的社会信任崩解 相信人们更能感受到 民进党是最值得信任负责任的政党 清明党秘书长李鸿军说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宣布参选后 清明党的部分区民调立刻上扬 清明党在这届国会扮演重大制衡力量 国会需要更多元的声音 对国家才有正面发展 蓝绿部分区民单与社会脱节 没有让人看到部分区该有的专业与功能 清明党会尽量提出符合社区期待的人选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